长照法三读通过之后 照顾服务员的人数明显不足 尤其是在老人家多的东部地区 因此花莲门诺医院 特别就开办了免费的训练课程 在结训之后可以马上就业 一听说医院要培训专业的照顾服务员 从事照顾工作已经26年的李阿姨相当高兴 因为这以往没有什么人要做的工作 现在在立法院三读通过长照法以后 已经被重视 如果未来照顾员多了 医疗和照顾的工作才可以彻底分工 确实上花莲地区的照顾员 人数堪称全国最低 第一线的护理师 常常因为帮忙照顾病患生活起居 消磨掉太多的时间影响专业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 花莲门诺医院安排了免费的照顾员训练课程 结训后考核成绩合格者马上就可以有工作 目前到今天为止我们总共培育了一千两百位的一个照顾员的人力 我想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在地所有的社区民众 甚至医疗院所能够来建制花莲比较好的一个长期照顾服务的模式 但门诺医院也发现 结训后的照顾员大概只有20%会留下来从事照顾工作 这么高的离职率原因就出在就业场域不受尊重 以及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 门诺医院强调依照不同等级的照顾 照顾员的薪资可从4万到6万不等 这在花莲算是薪水不错 至于福利和制度可以慢慢修正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一起加入 记者们在台花莲报道